新北市树林警方进行定点领检的时候 发现两名嫌犯不但是无照驾驶 疑似车里头还藏有毒品 当下扣车并且申请搜索票进行搜索 但是因为时间差的关系 让这两名嫌犯趁机逃到了中南部藏匿 警方经过两星期的追查 在台中逮到人 并且在嫌犯的身上 起出了多包毒品 警方破魔而入下 会躺在床上男子来不及反应 就造压制 警方告知权益当场逮捕 这名嫌犯非常叫花 两星期前还在新北市游荡 新北市树林警方进行定点领检 车上两名男子先假意配合 但神情紧张 进一步检查时突然动怒场景 我现在又搞不懂 我到底做不到什么 你给我查进来 我也查进来 随上说着不知道自己哪里有错 却不断往车内瞄 态度嚣张 警察我面对这么多 我无法阻止说 我这样做到对我本人 什么事情 警方一查证件 发现男子无照驾驶 已规定调过车辆 车内还飘散浓厚的毒品位 事后拿到搜索票进行搜索 国真发现多包毒品 以及一把正报枪 立刻追起原先车上的两名嫌犯 没想到嫌犯早就料想会被抓 11月27号车辆遭扣后 以旅馆为家搭乘客 欲往中南部移动 看似缜密逃亡计划 却还是在台中旅馆浪费落网 并于同日17时50分许 具体同案共犯 拆取到案 逃往中南部 本因为万无亿失 却还是被抓回 记者王湘陆薄冲 新美报道 好呀 好呀